一人林心如2014年因16个夏天和徐伟宁结为好友 一路看着对方走过失恋 失业低潮互相陪伴情同姐妹 只是看着对方还保持单身状态 他坦言从来没有介绍过男生给对方认识 因为没有比我老公更好的男人了 一句回答就闪瞎众人 据报道徐伟宁上陈孙华主持的节目 好几位林心如虽然忙于拍戏 仍很有一气地答应电话连线 在电话中陈孙华那同是水瓶座的林心如 有没有帮徐伟宁介绍过男朋友 因为她自己非常喜欢帮人做媒 对方当然回答道从来没有帮姐妹介绍过 但并不是她不愿意 而是帮男生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 帮女生没有比我老公更好的 虽然话是如此说 但对于徐伟宁的终身代事 林心如是比谁还期盼姐妹一道对的人 曾在对方33岁生日时特地与脸书发了祝福 你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流浪 就算一个人也过得如此丰富难足 两人相识约四年的时间 看过好姐妹经历失恋痛苦和事业低潮 但忍不住为徐伟宁取下心愿 人心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一个疼惜你的人 牵着你的手一起走在属于你的红弹上 有趣的是 徐伟宁和林心如在手臂内侧 手腕下方都刺了一个幸运草 代表友谊的象征 陈思华忍不住问道 如果有一天和对方的友情破裂了 该怎么办 他也幽默地回答道 那就雷射掉 不然再次成牡丹 八分堡综合整理